各位大家好 很高興見到大家在西洋賽街 聚在一起去討論我們香港的前景 今天這個題目就是官逼民返 我們每個都要上街 剛剛教授就說帶些甚麼上街 他甚麼都不讓我們帶多幾個人去 一個人帶多十個人去 怕了我們 現在民陣已經密羅緊固做7.1 7.1在來的星期五已經是 但現在我們面對的就是警方不斷刁難 大家在報紙上都會看到 他今年發出給我們的不反對通知書 有一些很離譜的項目 剛才有提到 就是關於樂器、演奏、聲音等方面 大家不要以為 只是帶些鑼、鼓、哨子去就會被人吵 不是的 他現在就拿兩條例 建議給我們 沒有說甚麼的 建議 但其實這是白色恐怖 他就說如果你帶任何樂器 和其他器具 就是好像阿毓民那樣說話大大聲 這些都是其他器具 應該是 就會觸犯甚麼呢 就是這個 燥憂管制條例 以及簡易程序治序條例 動一些就可以抓人 他就很鬼暑地放在目錄那裡 但我們民陣都覺得是不可以去接受的 另外 他放在條件裏面 就真的要管束的了 就有兩樣的 第一 就是關於街站那裡 就是無論派存單 籌款 各樣 他就說我們民陣 就要確保 是參與者 就不只是參與團體 是參與者 就是大家每一位 你們派一下 我也要肯定你們有沒有拿牌 我們怎樣去確定呢 就是 現在政府警方 就將責任 就推到我們組織者身上 就怕 就是想搞到我們 那些組織者就怕 就劣 就怕了他 但是民陣的人 是有吉市的嘛 是 就除了 當然 我們民陣呢 都有幾個團體 是求和派來的 但是呢 我們今屆的政府召集人 和很多熱心支持民陣的人 全部都是有吉市的人來的 那我們呢 就會在 接下來的星期二 早上9點半 就會去到上訴的了 就會跟政府方面呢 就去爭辯了 就是關於呢 我們怎樣去確保 那些參與者 個個拿牌啊 他們沒有一些行動自由的嗎 還有呢 就是呢 在唐晚的時候 大家去到政府總部 民陣呢 在宣佈了 今次七一大遊行 完結之後呢 其實每一位的公民 每一個的團體呢 其實都是有它的權利 可以繼續集會 繼續去不同的場地示威的 但是警方呢 也都要求我們呢 就是要人潮隨即散去 那這一點呢 我們呢 都是會拿去上訴委員會那裡的 我們呢 不可以屈服於這些這樣的惡法 因為呢 本身大家要明白 就是不反對通知書呢 就是公安條例底下的一條惡法 即是假設了呢 政府和警方呢 本身就是反對我們 有遊行集會自由的了 那麼我們就要欺負他 向他欺負 就要他不反對才行的 那麼呢 如果禮拜二呢 其實如果上訴委員會 跟我們談了之後 他最後呢 都仍然要維持回 這些不合理的條件 那麼呢 其實我們民陣呢 就是會再經商討呢 就是不排除公民抗命的 我們呢 沒有理由在一個七一大遊行裏面 都要接受他這些這樣的管束 這些呢 是違反了我們的表達自由 就正如呢 今天其實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就是呢 替補機制 那麼呢 在上個星期呢 其實呢 立法會呢 就做了一次公聽會的了 那麼呢 在 立法會裏面 那麼呢 就有一隻食屎狗啊 這個啊 林瑞琳 林公公 他呢 由早到晚呢 就是坐在那裡 聽我們的意見 所謂聽我們的意見 但是呢 他每一點關於我們的意見呢 都只有 是反對 和駁斥的 而已 離譜到呢 就是 我去發言的時候呢 有跟他提及 在1976年呢 香港呢 已經呢 在殖民地的管治下 都已經呢 簽了一個公民權利 及國際權利的 國際公約的 我們是有我們的政治權利的 但是那個問題呢 林瑞琳呢 居然可以告訴我們 就是 這些公約 是保障不到今次的替補機制的 李小姐你不用跟我說這件事 那呢 就是這件事呢 我們呢 民間組織呢 就其實呢 每一次政府呢 走上去聯合國那個匯報呢 我們民間團體呢 用很多錢 買機票 要約很多人上去 都會跟著他尾 就是叫做唱衰他 向著整個國際社會去唱衰他 如果大家呢 今早呢 有看到新聞呢 就會剛剛聽到教授所說的 就是呢 關於周一樂的嘴唸 那今早呢 其實呢 我就剛剛呢 就在廣播裡 就跟一班大學生 中學生呢 就在做節目 那我就已經聽到呢 就是隔離商台呢 就周一樂呢 就來到了 就解釋呢 這個中港家庭 為什麼 就是要一刀切 連一些港人的內地配偶 都不可以來港產子呢 那當時呢 就有一些的請願人士 那其中呢 就包括呢 是有不少的孕婦在這裏的 那呢 那這批的孕婦呢 八點半呢 已經站在街頭呢 等他們的了 那呢 那呢 當下局長周一樂 走過的時候 你們是請願者 我是局長走過 是可以看不到你們的 結果 這幫大逃婆 又站一個小時 終於 終於 周一樂出來 就是 立刻呢 害怕了 就上她的座家 那結果呢 就在大家 沿著賽街都可以看到 很多大小的屏幕電視 就是有兩名的孕婦呢 就是跪地去黑頭 希望是可以 臨盤在職 在香港生孩子 但是周一樂 怎樣啊 影頭就是大特寫 影著她躲在車廂裡 講電話 兩個大逃婆 就在街上跪了十分鐘 這些是不是人做的事 這些全部都是狗乾 食屎狗 是不是 周一樂 林瑞倫 一個一個都是食屎狗 來的 我們呢 不可以再去這樣去忍受 了 各位市民 我們呢 對於不同的議題 我們都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呢 絕不可以 好像替補機制那樣 就 立即呢 就未經任何的討論 急急上馬去通過 剛才呢 萬必就用強姦 來做一個比喻 我就會用 萬分瓦架 來做比喻 先結婚 你結婚先 過了它 接著呢 我用一年時間 來解給你聽 這條惡法是什麼 你慢慢會接受的了 究竟我們還可不可以容忍呢 是絕對不能夠的 那在這幾天呢 民陣呢 就除了會去上訴委員會 也都會繼續 跟警方去談判 就是在一個遊行路線上 就不想警方 就好像以前那樣 就選擇性執法啊 去阻撓一些團體啊 人事啊等等 那所以呢 在這幾天裏面呢 我們呢 都會是非常之忙碌的 也都希望各位市民 就是 可以呼憑悶友 就在七一 兩點鐘 就呢 開始 在維園集合 那我們呢 就在三點正 就在維園出發 就遊行至政府總部的了 那呢 記住 七一要上街 七一見 好